人与动物之间的情谊 我们来看云林县有位老农民 他为了他养了21年朝夕相处的老母牛 伤心痛哭 来看到底怎么一回事 韩国纪录片《牛林之声》 叙述80岁老农夫 舍不得养了40年的老牛生病了 生命即将走向尽头 在老牛生命的最后一年 人牛之间从年轻到年老 互相依赖的爱 被拍成纪录片 感动300万韩国人 转人热烈的情节 活生生在台湾上演 75岁老农夫梁萍 担心自己年纪大了 无法照顾朝夕相处 21年的老母牛 想把他送到老牛的家安享天年 没想到牛还没有送去 自己就先掉下眼泪 老泪纵横 是担心老牛以为梁萍不要他 回来就快点考虑 不要让他老婆帅 梁萍的牛是斗六乡下 仅存的一头 梁萍出日让他住在这间牛套房 吹电风扇 还给他吃不完的新鲜牧草 在邻居眼中 梁萍和老牛的关系 比亲人还要亲 但就算是至亲的家人 也不免有分开的一天 老农夫和老牛 无法对抗岁月的残酷 只能珍惜最后相处的日子 也让世人看到一段 人与动物之间珍贵的情谊 明日新闻 郑孝清 云林报导